Precilla,例如有李佩玲 兩位都是馬來西亞的人 但仍未有機會在音樂上合作 但我也很期待 因為其實馬來西亞有很多很出色的音樂人 不但是幕前未幕後 所以我自己也看會不會有機會 是有這樣的cross over 有自己的紀律 最好當然是有女生 大家不要誤會 因為男女可以有意的合唱歌 我這樣說大家可以笑 不要誤會 純粹是有些好聽的合唱歌 藍藍的合唱歌 藍藍是好 都好聽 不過可能 那個chemistry 或者火花 沒有男女那麼容易有 是啊 看什麼呢 就是在看兩天之後的唱會 因為今次是我入行十幾年裡 第一次終於可以來到馬來西亞 開自己的個人演場會 所以這段時間都一直是 真的希望可以做到最好 真的用了很多時間 心機去計劃 以及去計劃這次的show 希望有更多不同的樂園 可以給一些驚喜給馬來西亞的朋友 所以我自己都很期待 都是緊張的 因為不知道到時候會怎樣 應該so far 算是我入行園裡 一個比較大型的一個演場會 因為到時都有超過五千人的一個venue 代表一個新的挑戰 所以希望到時可以一切都順利 特別準備 首先我覺得我的出現 當然是最大的準備 最大的驚喜 另外就是 因為我去年就加入了新的唱公司 Sony音樂中國 出了第一隻人生國語的EP 所以今次演唱會裡面 都會做第一次在自己的演唱會 去演繹這個EP裡面的歌 所以也是 這是第一次入了馬來西亞的朋友 當今次是一個笑嘴溫的形式 即是在下 下的反應是如何 我都不知道會怎樣 所以我也很緊張 一起期待5號晚 看看到時演唱會的反應是怎樣 可能這一次是第一次 還是最後一次